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还是请大家赏花 眼前的这株卡特兰呢 它的名字呢是Brasanth-Mikai 其实我更习惯呢把它叫做BC-Mikai 大多数人呢也是这样叫 它在我手上呢这是第三次开花 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呢 分过盆,分盆以后 开过一次花 也大约是圣诞节前后吧 去年只开了十朵花 因为是刚风过盆的缘故 今年呢开了有 今年有二十几朵花 但是眼下呢大概也是开了十朵的样子 这一支呢是第一个开的 应该有开了差不多十天了 这是第二支 现在呢还有一个花苞没开 后面还有两支 这有六朵花 这还有一支 全打开的话呢会非常好看 它的颜色初开的时候呢就是这种深色的紫色 然后随着时间呢慢慢的变浅 它的花期非常非常长 可以开三四个月 单花可以开三个月左右 因为它的母本呢 叶夫人呢是叶香型 这个呢也是有香味的 但是呢我的这株呢 味道很浅 它的花香呢有一点香粉或者说香皂的味道 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不过呢这并不影响呢我对它的喜爱 因为它呢很容易生长 很容易开花 而且花期非常的长 这株卡特兰的生长速度呢非常快 从我一年半前分盘到现在 应该长了有一倍 你看这里面大概有十几个杆子 那去年开了四支花 今年开四支花是八支 那至少呢长过八个新杆 你看是不是一倍的那么多 而且呢它不需要特别打理 夏天呢它就在室外半阴的花架上面 浇水就是拿水龙头直接往上浇了 不过夏天天热的时候 我差不多是每天都浇水 那冬天在室内呢 我差不多是一周十天泡一次水 至于肥料我最近这一年呢 基本上用的都是果皮酵素 每次浇水呢就加那么一点点果皮酵素在里面 没有浇过其他的肥料 我觉得它长得还蛮不错的 很容易生长很容易开花 但是呢它一年呢只开一次花 都是在这个时间就是圣诞节前后开花 那有的品种的卡特兰呢 只要是有新芽长出来呢 就会随时开花 但是这一株呢 不管是什么时候长的 它都是会在同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前后开花 我还是很喜欢它这个时间开花的 正好呢在圣诞新年前这一段时间 而且呢花期非常长 一直呢基本上整个冬天呢都有花 你看它这次呢有四个花枝 现在只开了两只 看起来呢已经很多花了 另外两只打开以后呢 整个就是一个大花球 看起来呢非常的美 等它全部打开的时候呢 我相信还是有机会再给大家看一下的 那在今天结束之前呢 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株迷你的卡特兰 这株卡特兰呢是Japanese Beauty Sakura 日本美人樱花 这株樱花呢我必须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 它之前呢是有三个花苞的 被我不小心碰掉了两个 那现在呢只剩下一朵花 它的花呢也很小 但是和它的株质相比呢 还可以 如果是三朵花的话呢就应该是很好看了 这个樱花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迷你品种的卡特兰 它的花期呢比一般的卡特兰呢也略长一些超过四周 颜色呢也真的有一点樱花的意思 纯瓣呢也很好看 而且它的香味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是比较浓郁的甜香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呢给大家看的两株卡特兰 其实呢主要是请大家欣赏这一株 MyKai 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